勸孫鵬回台後別再赴美 李文很可能被兒徒類抓進去 那你說那不是重罪沒什麼問題 可是輕罪賓州也很嚴格啊 李奧章 律利文真的好關心安佐一家人類 孫鵬和鼎翼的18歲獨子孫安佐 3月在美國涉嫌恐攻和非法持有武器 招逮捕後到現在過了兩個多月 日前案件也有升級成聯邦規格 最高可判處10年 而孫鵬25日 才被派到低調回台 李文隔天就建議他不要再回美國 否則很可能也會被抓去關 他表示在當DT21歲以下年輕人買槍炮彈藥 不僅違法還可能要坐7年的牢 李文更強調 美國槍炮管理局和聯邦政府 可以追溯孫安佐用誰的信用卡 在網路公司非法買彈藥 他認為信用卡應該是孫安佐爸媽給的 除非能證明沒有授權給孫安佐刷卡 或是信用卡被盜刷 否則尊重豐富 已會受到連帶法律責任 旅樂動新聞報導